前总统陈水炳的儿子 也就是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因为南港展览馆弊案 被判刑一年定验 就在今天下午的三点半 他准时出现在高雄地检署 不少的支持者跟媒体 都到了门口去守候他 陈志忠穿的是黑色的Polo衫 以了三分平头到了地检署报道 针对媒体的提问 陈志忠仅用谢谢来回应 随即就搭乘了地检署的囚车 到了燕巢第二星域 而就在入狱之前 陈志忠也在脸书发表了128次 表达他对支持者的感谢 内容他写到 在未来再度回首时 会带着微笑也会更强大 前总统陈水炳也曝光 陈志忠入监之前 特别跟母亲吴淑珍辞行 喊着明年母亲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